大家好,欢迎来到《末路逃荒》 今天介绍的泰国恐怖飘是《落头式之文》 相传在深山老林的小木屋里 有一个装着鬼魂的木箱子 世世代代保护着森林不愿离开 只要晚上有人来这里,就会被鬼魂留下 这天晚上四个小孩来到传说中的小木屋附近捉迷藏 为了藏的隐蔽血,莎莎和诺依便躲进了小木屋里 而莎莎却在屋内看到了一个没有盖子的木箱子 虽然之前的传说有些圣人 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莎莎还是来得了梦乡前 小经查看时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奔紧的神经刚放松下来,却感觉不对劲 一个恐怖鬼脸从身后慢慢现身 一转眼,莎莎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花季少女 在村里的小证所里当医生 而当时一起捉迷墙的小帅也变成了英俊少年 在小帅心里,莎莎就是她的梦中情人 整天坑在人的屁股后面 虽然莎莎明白小帅的心意,但她却不为所动 心里一直惦记着儿时的诺依 自从诺依和父母搬到曼谷后 俩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天诊所里来一个受伤的男孩 男孩母亲表示,克拉苏吃了很多聪明的鸡 聪明闻声去追时,却只看到了一个漂浮的红光 然后劝莎莎小心克拉苏 可她却根本没有听进去 而是看着男孩伤口声的血不停地通咽口水 晚上和莎莎和往常一样关好门窗就睡觉了 可是第一天早上起来,却发现床上满是鲜血 身上还莫名出现了一些伤口 而门窗也已全部被打开 莎莎认为这应该和小时候去鬼屋有关系 便约小帅去那个小木屋看看 可是在去的路上却碰点了诺依 身后还跟着一群专门涉克拉苏的人 队长表示,几人来自莎莱亚 克拉苏曾在那里肆意虐杀 这些怪物主要吃一些鸡鸭牛 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错失制止 并为祸及全村的性命 一旦吃了克拉苏的口水 与人就会变成下一个克拉苏 男人就会中毒身亡 还会被克拉苏骂心逃废 说完便把之前落网的克拉苏展示给村民看 希望村民能为他们提供一个临时吸气地 作为交换条件可以帮村子消灭恶鬼克拉苏 而这些人为什么会来这里呢 原来是诺依的父母在战争中死去 自己在逃亡途中遇到了这支队伍 便谎称这里有克拉苏一路回到了村子 次日沙沙醒来后 又从床上看到了一大坦血 这次还突出了一些碎肉 吃上到富兰范围越来越大 而村里也正好有一头牛被开场破堵 血型场面不忍之时 由于村子里的动物不断被虐杀 小帅也加入了这个猎捕克拉苏的队伍 诺依劝小帅不要和这些人搅在一起 他们的真正意图我们根本不知道 而且从曼谷来到这里经过了很多从装 也没见到他们抓到过克拉苏 我之前说这里有克拉苏 只不过是回到村子的一个借口 那些牛遇害可能是其他动物所为 村子里根本没有克拉苏 和小帅并不这么认为 铁了心地和猎捕队一起抓克拉苏 这天晚上村子里所有壮汉全部出动 而房间的莎莎却开始改头换面 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 一条条斜眼的缝血管 慢慢地从胸部扩散到头部 变成一个红色头颅从身体分离出去 看来他就是真正的恶鬼克拉苏 没多久一位母亲就发现 寄的孩子不见了 叶部队得知此事后 亲王赶了回来 只见一道红光从头顶闪过 打了几枪后 孩子是救了下来 但克拉苏还是逃跑了 另一位的诺依看到红光进入了莎莎家 爬上梯子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那道红光正慢慢地回归莎莎的身体 诺依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然后莎莎慢慢恢复正常 坐起来看到了眼前的诺依 自己多年来的秘密被心爱之人看在眼里 莎莎伤心不已 诺依则连夜来到寺庙 大师表示 克拉苏不会伤害人 已经和人类棍存了很久 他们曾是使用巫术的人类 被巫术反射后变成了鬼怪 女的叫克拉苏 男的叫克拉航 虽然你的朋友变成了克拉苏 只要遵存你内心的生意就行 从寺庙回来后 诺依专门找来了一些鸡 放在莎莎家门口供他吸食 莎莎见到再次回来的诺依喜极而起 诺依也不再害怕对克拉苏附身的莎莎 两人幸福地抱在一起 没有人知道两人的秘密 从那以后 诺依每晚都会提前准备好机 供莎莎享乐 她与克拉苏莎莎的感情 也是越来越亲密 这一余个月下来 村子里平安无事 再也没有人见过克拉苏 为了不让莎莎一直变身 诺依还一刻不停地寻找着克拉苏草 因为这种草非常少见 所以诺依一直都没有找到 这天诊所里又来了一个病号 因为口渴 就直接喝下了莎莎水杯里的水 结果晚上 这个小女孩就变成了村子里的第二个克拉苏 列部队来到这里想活捉她 但尝试几次后无果 便直接开枪打死了她 第一天在小女孩的焚烧现场 列部队长学问小女孩生前接触过的人 母亲表示 刚从诊所带回来 队长立刻把目光投到莎莎身上 而莎莎也对此悔恨不已 自己害死了无辜的小女孩 现在自己也成了队长眼中的嫌疑人 而真相早晚都会被人发现 所有莎莎让诺依陪自己去森林 因为自己变身前 就会看到一个森林幻想 那里肯定有什么东西 夜深人静之时 两人悄悄来到森林 凭借着模糊的记忆 莎莎带着诺依来到了一处发着光的草丛中间 这就是诺依苦苦寻找的克拉苏草 莎莎吃了一个后 体内的变身体瞬间好了很多 诺依建议可以多摘一些回去种植 如果长期服用的话 以后就再也不会变身了 诺依不顾一切地想要亲吻莎莎 即便中毒也不害怕 就在两人投入的亲吻时 列部队赶了过来 看到此情此情的小帅怒气冲天 跑上前对诺依一共暴走 莎莎则趁乱逃到的那个小木屋 再次看到了那个木箱子 里面发出的红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原来当年莎莎被恶魔克拉苏 强行亲吻后 立方的所有记忆 都全部浮在了莎莎体内 元气被吸光的恶魔克拉苏 也灰飞烟灭 就这样克拉苏成功附在了莎莎身上 而列部队的几人也一路追到了这里 此时变身后的莎莎开始了大台杀戒 看到手下接连被杀死 队长直接开枪才要打死克拉苏莎莎 正好小帅跑过来阻止 蝶片聪明遇害不计其数 当得知莎莎是克拉苏后 所有遇害家属全部来到莎莎家 此时的莎莎刚吃了之前的克拉苏草 缓解了变身症状 莎莎表示 自己昨晚被列部队绑到了他们的地盘 想要强暴自己 是小帅出面救了自己 后来两人就一起逃了出来 而且自己并不是吃饮的克拉苏 村民被害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面对这样的说辞 村民到底相信谁 小帅成了重要人证 而小帅深深爱着莎莎 所以直接认可了莎莎的说法 队长则一气之下把莎莎的父亲当成了人质 趁机逃离了现场 然后来到了小帅家 捏对他的背叛谎言 队长直接化身凶狠恶魔 咬伤了小帅 一觉醒来 小帅的身体也开始溃烂 还口涂鲜血 情况越来越糟 俨然成了妖魔鬼怪 脑海里还不断闪现队长的身影 杀死莎莎 挖出他的心脏 另一边 一心想要培育出克拉苏草的诺依 再次来到那片草地 才发现那片救命草 也被队长全部烧毁 家里的克拉苏草苗也全部枯萎 这时莎莎摘回来的克拉苏草 也只剩下最后两个 诺依劝莎莎一起去曼谷 然而约定在森林见面 临走前莎莎找到小帅 而此时的小帅 也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妖怪 小帅表示 其实自己早就知道莎莎是克拉苏 那晚在牛棚 亲眼看见莎莎吸食牛血 自己加入猎捕队的真正原因 就是想误导他们 给莎莎通风报信 但每次看到莎莎和诺依在一起 自己就心如刀绞 如今自己也变成这副模样 只希望莎莎不要离开自己 看到小帅血肉磨 恶莎的面孔 莎莎流泪不止 而诺依临走前再次找到大师 请教克拉苏和克拉罕的更多故事 大师表示 第一个克拉罕的妻子克拉苏 爱上了一个人类 完孕后两人打算一起私奔 后来克拉罕找到两人 先杀死了那个人类男人 又杀死了妻子克拉苏 还把妻子的心脏挖出来 弥补自己的心痛 从那以后克拉罕的目标 就是消灭每一个克拉苏 此时家中的莎莎正在收拾行李 准备和诺依援走高飞 没想到父亲过来叫走了她 虽然上次躲过一切 但村里人一直认为莎莎就是魔鬼克拉苏 来让父亲和莎莎来到的人群 让村民见证莎莎并不会变身 而另一边斯莉莎等待的诺依 因亲吻克拉苏莎莎而身重剧毒 疼痛男人 此时的莎莎因为没有克拉苏草 以不受控制地当着村民的面 开始变身 头也慢慢地从身体脱离 而小帅在队长的蛊惑下 也变成了怪兽 原来队长是一个克拉行 那些死去的村民 其实都是他的恶性 想嫁祸给莎莎 而村民看到克拉苏莎莎后 认为他就是凶手 开始疯狂进攻 变身后的克拉行小帅 抓住了克拉苏莎莎 想要置他于死地 诺依急忙劝阻 那时莎莎不要伤害他 慢慢小帅心醒过来 放在了莎莎 开始对付变身后的队长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 克拉行小帅被挖空了心脏 聪明们则不停地在莎莎的身体上 捅刀子发泄着愤怒 克拉行队长在与克拉苏莎莎四大中 正好被赶来的寺庙大师一强毙命 原来当时亲吻莎莎的克拉苏 是大师的妻子 当发现妻子是克拉苏后 大师便把妻子的头颅 锁在了那个木箱里 画面一转 诺依抱着莎莎的身体来到了河边 本以为头颅附体后 两人就可以一起去曼谷了 可当莎莎的头颅赶到后才明白 由于身体毁坏严重 莎莎已无法返回肉身 两人只能亲吻心爱的彼此 莎莎深情地看着诺依远走 突然一声枪响 莎莎被村民一枪抱头 最后只留下诺依痛哭凄凉的哀号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的解说到此为止 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 关注并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